那么最后还剩半天课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关于西奥教本的一个附带选项的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也是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我们前面讲的接收用户输入一样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但是也挺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里面会抛出个问题 就是说在Ninux中 那么如何或者说Ninux 是怎么去处理的 类似于这样的命令 这个命令陌生吗 干嘛的 查看access.log的最后十行内容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命令它是怎么去执行的呢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 Tel是不是个指令呢 这个指令 它应该也是个文件 也是个脚本文件 或者二进制文件 是可以执行的一个文件 那为什么说我们传个-N10 它知道是最后十行 传个access.log 它知道打开是access.log的这个文件呢 它是怎么做的呢 杠恩杠时也行 杠恩时也行 那就让大家熟悉的吧 那它是怎么知道 我们要查看最后十行 并且还知道是哪个文件呢 这个呢 跟环节微量没有关系啊 我来说一下什么情况 那么先呢 这是我们要执行的指令 这个没有疑问吧 主命令吧 后面是不是选项啊 那么在这选项的话 其实我们写在后面 当我们执行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命令的时候 其实我们后面的杠时和access.log 它是能接收到的 它是可以接收到的 那它接收到之后呢 它就去找access.log这个文件 找到之后 然后取最后的十行 展示出来 是这么一个流程 所以大体的步骤 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一个呢 首先我们会去调用 这个叫TAIL TEL这个指令 将TAIL指令之后呢 然后我们的系统内核 会把后续的这些选项 直接呢 传递给TAIL 就直接给TAIL了 让TAIL去用 那么TAIL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呢 比如说拿到access.log 那么TAIL的话 就会先去打开指定的文件 他会把这些数据全传给TAIL 那么TAIL他知道 第二个选项是文件 是文件 那么打开指定的文件 然后取出最后的十行 它是这么一个流程 这个指令呢 是要传给TAIL的 要不传给TAIL的话 他也不知道 你要看什么东西 打开多少行 他不知道的 所以这一步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那他这个TAIL呢 作为一个指令 可以接收跟在后面的选项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写个CEL 自己写个CEL脚本的话 能不能也像他这一样流差 是吧 能够接收一些数据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 系统把后续的选项传递给TAIL 系统啊 把这个数据传递给TAIL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自己写的这个 写的CEL 是否也可以向我们这个内置命令 内置的命令一样啊 来给他传递一些选项呢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脚本呢 更加强大 能不能呢 那么答案是可以的 答案是可以的啊 传怎么传 传跟这个传法一模一样 那我们要考虑的什么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接收 这才是我们考虑的啊 传递方式 与我们上述的描述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传递我们就不用考虑了 关键是在怎么接收 举个例子 例如 例如呢 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 我要之前一个脚本 脚本呢 是当前目录下的啊 叫test.sh这个脚本 然后呢 我也想像他这样传递几个选项进去 比如说我传个A啊 然后呢又传个B啊 又传个C 哎 然后又传个D啊 又传个E啊 当然真实写脚本的时候 不会传这么多选项 那咱是别少一点吧 就传ABC 那现在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接收了呀 这个是传递啊 哎 传递的一个结巴 没有什么区别啊 一样的嘛 它是个指令 我们是个脚本嘛 脚本呆后坠嘛 合理吧 嗯 行 传递 那么接收的时候很简单 接收的时候呢 我们有三个选项 是吧 接收的时候 接收 接收的这个效果 在脚本里面 在脚本中啊 脚本中 可以用 刀了1 来 表示A 然后呢 刀了2 来 表示B 然后后面呢 依次 类推 依次 类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是第几个选项 你就用$G来表示 有第几个选项 你就用$G来表示 像这个C的话 如果要表示的话 应该是$3 那有没有0呢 有0 自身就是0 但是自身 我们一般不用去接收 一般不用去接收 自身 接收自身 干嘛呀 这个脚本我自己写的 我难道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但是ABC 后面的这个选项呢 我们一般会去接收 这个数据的接收 我们可以通过$ 加上它的一个序号 也就是说 接收 可以呢 用 可以用 刀了符号 刀了符号 加上 或者说组合 组合呢 我们的选项 选项对应的一个序号 即可 这个就是接收的 它的一个方法 这是接收的方法 那现在的话 来准备一个测试文件 比如说测试 先来编写一个test14 14应该还没到14 11 13 14 编写一个test14.sh 那么我们传递一个 传递一个 传递一个 传递一个ABC吧 A B C 然后呢 输出 输出 其值 输出其值 先来创建文件 VRM 当前入境下 test14.sh 然后进入编辑 碳号 然后呢 Bing Bass 这个时候呢 我要输出啊 输出 到啦 第一个应该是 1 然后第二个 到啦 2 第三个 到啦 3 那如果有同学想看看 0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0输出一下 到啦 0 可以了啊 就这么简单 CHMOD 加X 然后test14 来了啊 当前入境下 test14.a啊 B啊 C啊 走 发现怎么了吗 0 咱刚才说 0是不是表示执行的找本文件呢 那就是他吧 没问题吧 然后呢 A不就是他吗 B不就是他吗 C不就是他吗 0不是43吗 什么叫重复循环呢 0是我们执行的脚本文件 那么脚本文件不就是当前入境下 Tat14吗 所以输出了0呢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是0吗 0表示脚本文件自身嘛 然后到啦 1 表示我们传递的第一个选项嘛 那么第一个选项不是 A嘛 所以显示了A啊 然后到啦2不是表示第二个选项嘛 所以第二个选项不是B嘛 B不是放着显示了吗 第三个 第三个不是C嘛 所以显示C嘛 把0去看了一下啊 加了0 那么就不认识了 那咱把0去了看啊 把0去了 ABC嘛 0表示我们执行的脚本自身嘛 然后这是1嘛 这是2嘛 这是3嘛 应用场景啊 行 那咱先试这个脚本 没问题吧 行 没问题 那接下来咱来看看应用场景了 那么现在我有一个这么一个要求 当然是变量啊 可以啊 那这个时候这个到啦1到2的到啦3就是变量嘛 咱变量用的时候不是到啦开头嘛 那他是到啦开头 他就是变量啊 但是这个名字 注意这个名字 我们前面说变量的名字 要命名的话是不能这么命名的 我们自己命名的时候不能这么命名啊 为什么不能这么命名 你会和他这个冲突 他有特殊含义啊 所以你不能这么命名啊 其实到啦1啊 这个到啦2 到啦2啊 就是变量啊 就是变量 有朋友问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有什么用 那行 那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要创建一个制定义的指令 叫user 来干嘛呢 来执行以下操作 要求命令具备以下的功能 语法user-add用户名 能够实现添加用户 user-del 用户名 能够实现三组用户机器加目 行 现在命令该怎么写 行 那首先我来创建一个文件 待会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命令该怎么写 vrm test15 一起说就行了 一起说就行了 首先呢干嘛 国际管理 行啊 国际管理 然后呢 bing bass 现在的话 他有一种情况 一种情况 这个是add 一种情况是dl 那么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要做判断呢 要么是这个 要么是这个吧 所以应该是先去判断 if 参关号 控格控格 判断第几个 dl 是不是要判断这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啊 所以应该是 dl 1 如果dl1 等于 注意啊 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 svt 是 所以我们要几个等于 一个 那我冒断了吧 一个还是两 如果咱分不清 一个还是两个的话 那我建议你们 就不要用等于了 用什么 杠EQ行不行啊 他在里面 有没有说杠一个EQ 还是杠两个EQ啊 他没说吧 所以这个时候 咱用这个杠EQ 能够有效的解决 你这两个分不清的情况 EQ 当然是杠EQ了 杠EQ 因为杠的话 它也在这里面 然后 如果等于他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需要去执行一个 什么操作呀 user EQ 也就是 添加用户操作 他找几呀 用户名 是不是在这 第几个选项 怎么表示 可以吧 行 那么如果不符合 AD这个条件 那是不是就另外一个条件了 因为咱们说这里面就两个 没有说其他的 如果有说其他的 你还得EA EF 是不是 当然前面不要忘了个东西 如果只有两个的话 那要么就是EF 要么就是ELS 没有其他选项 那如果要删除 叫user d 然后按照要求 他要删除怎么样 加目录 叫 -R 然后后面 加上 $2 最后呢干嘛 FI FIP 闭合一下 那你就得再做个ELS就是了 那我这里面题目限定了就两个功能 又没说其他功能了 行 执行完 进完那保存退出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另外一个操作 就是来给他来一个 CHMOD 加X 然后当前路径下的TES 15 SH 接下来那开始执行了啊 当前 TES 15.7 然后呢 我要先来创建一个啊 创建一个呢 咱来创建的用户啊 用户呢 呃 来个叫user 呃 0404吧 0404就今天这个日期啊 来 来 先添加了 搜 来 他报了一个错啊 看看 报了什么错 第三行 integer integer 第三行应该表达是有问题啊 呃 这个地方应该是 不能用这个 EQ啊 不能用EQ 再咱换一下啊 等号 再来执行一下 可以了啊 今天可以之后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呢 呃 待会儿呢 去验证一下 怎么去验证 两种验证方式 一种一种验证方式呢 你再建一个就翻不着了啊 再建你就翻不着了 咱们怎么去验证 验证的操作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PSS啊 WD文件里面 有没有这个用户 是吧 看他一下 呃 叫ETC ETC下的 有了 是不是创成成功了 这是一个方案 另外一个呢 还可以看 号码上面的 加目录 加目录 有 没问题吧 那说明创成OK啊 好了 这个面子已经完了啊 接下来呢 还有另外的操作 我们除了能够执行 添加 还能干嘛呀 他还能删除 DL 走 来 成不成功 验证一下 扫了一个吧 很明显啊 然后再看看 ETC 它是WD 没了 那现在的话 通过这个案例 咱能不能明白 这个选项 到底干嘛的 其实就和之前 我们User Ad和User DL一样 只不过 我现在通过 一个指令 把两个给它 扣到一起了 试这个效果吧 那其实到这个地方 我们案例还没完成呢 还没完成 为什么没完成 注意 制定义 指令 指令 刷足坑啊 制定义的是指令 我们这地方 执行的是什么 执行的是脚本 那么理想情况下 我们应该是 User 这样来执行的 但是你发现 能执行吗 执行一下 看看吧 他告诉我 告诉我 User Command NotFound 说明这个 命令有没有 没有 那根据我们 已经学的这个知识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 给它解决掉 User 等于到了零 这是个什么鬼 有同学刚才提到了 用什么呀 别名 对了 就是这个东西 用别名 来试一下 别名还记得怎么用吗 vim 将入下 .bassrc 是吧 i.bassrc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往后来 这块 alias 别名 我们想什么指令 user 是吧 诶 指令 root下的 test 15.sh ok 写完之后 写完之后 咱先保存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指令 它是一个别名 同时 题目中 要求是 要求是指令 所以呢 可以呢 再去添加一个别名 添加一个别名 添加别名呢 这边呢 我们保存推出 添加别名之后 怎么让它成效啊 切换一下用户 是吧 直接su 由于我们当前就是入的 所以切换的时候 不需要你们啊 那么重点就是看这个时候呢 咱这个好不好使啊 呃 命令 命令还没有输过啊 所以往上上下切换不出来 user add 然后呢 呃 abcc吧 换一个啊 dd 哎 那这时候验着一下 ls home 哎 有吧 哎 那在那个用户文件里面 应该也有了 etc pwd 好用了吧 哎 这样来的话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你用的这个感觉 是不是像系统命令一样 如果说你的业务逻辑考虑的全面一点 比如说这里面 我可以再判断一下 判断我们本身这个用户存不存在啊 如果存在提示用户已经存在了 哎 否则就创建用户 那这样你可以 其实是可以把这个用户的增刹改查那一套 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命令来搞定 那以后的话 你觉得 你用的你用一个词 你觉得好棒啊 真的是 所有的命令我都不需要记了 我就记一个就行了 啊 就一个就行了啊 啊 这个选项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这样的 能够方便我们去把一些 呃 复杂的一些业务逻辑 复杂的一些命令 完全给它写成一个 那就是这个作用啊 所以这个呢 用的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功能啊 叫带选项 这个这里面我们主要呢 要求大家呢 能够会怎么传递 怎么接收 那么传递方式和之前是一样的 那么接收呢 就是通过道乐佛加序号来表示 它对应的一个值 啊 是一个变量啊 然后这地方举了个例子 后面的话 这是一个对那个练习 啊 这个命令里面呢 最坑的就是这个指令user 指令是要能被执行的 但是user本身是不能执行 啊 没有这个指令 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别名操作 这样的话 这个指令就更像了 但它实质上是走的是下脚本 对那儿 对那儿 感谢观看